南條營的防禮 總的太快有1,200半生運工期的案法 在全台灣當中的核心運台上去 禮拜兩年南條營農費 基本的日常垂共發動 有將的民間記憶 強迫入營賣 現場和科研明如刺報 希望說不要太多到的 市民的賣出減減的 是南軍金的防禮 蘇貸去外建本原理 更擁實的團體 農民費主義曾經衝擊說 投關於小費者按支持下 要開展的 我們小同路 將做的問題 防禮的家事 保禮政動費 現場的民營提供主 提供拿電防禮來行修 南條營的防禮中有1,600 85公元案法 年三中減減有6萬公噸 當年5、6年的台出 因爭今年3月的 中國泰國潛艇尋求台灣防禮 故事南條營農費 搬來隨後發通 希望民族用設計的行動 來支持農民 愛台灣挺農民 賣鳳梨做公益的這個活動 最主要的還是要幫助農民 協助農民解決 產銷失業的問題 透過這樣的一個行銷的活動 讓農友 讓鄉親對於我們台灣在地生產的 這個鳳梨 大家都能夠食當地吃在地 在這裡我會呼籲我們的食品業界 我們加工品業界 一起來將我們的最優質的鳳梨 做成我們的食品 加工 讓我們的國人 除了享受生鮮的鳳梨之外 更能品嘗到我們鳳梨的加工品 只要外銷有再走 內銷又有消費者在購買 以及加工 我們的鳳梨價格 一定可以維持在很好的水準 南投營農費 提供安排 以賣 新年總共賣出 9萬共經濟鳳梨 逐步目睹 一百三十八月 亞洲市外紀副部門南投營女 包含融化資格 加副總身店 四三美工業團體 以不同農民天宿 每做工業 下個新婚立鳳梨 南投報道